你住在南半球還是北半球呢? 東半球還是西半球呢? 哪裡都無所謂 歡迎你來欣賞 家國港產扮爾粉之羅馬篇 沖啊 好,7月14日 我們現在在機場準備開始羅馬之旅2014 為什麼會這麼無聊在這裡拍Clip呢? 因為我們的機器9點鐘 現在6點都未夠 我們連入閘也不想入 事緣就是因為在這個繁忙時間 叫機場的士 他會和你自動用那些收費公路 但是不用你付錢的 我們失了如說 但是都算是一個很開始 在這個繁忙時間 幾分鐘過幾小時 兩個小時才去到機場 誰知道現在索不著聲音去到 我們發現了一些很搞笑的東西 走過去British Airway 我們看到這個British Airway 它有這些1,2,3,4,5,6,7,8,9,10個TEOS 幫忙去Check-in 鏡頭一轉 我們來到這個區域 很多人在Check-in WestJet WestJet 都已經貴為加拿大最便宜的一欄 我們看一看 大約有22個Kiosk Boots 給人家AutoCheck-in 為什麼我們說這些事情 因為 鏡頭一轉 現在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我們搭的飛機 Air Transat 你看一下 Boot 為什麼沒有Boot 然後你看一下 Counter 基本上就是 全人手控制 我們之前都知道 Air Transat 很便宜的 我們今天終於感受到 第一次用Nexus 4的麥克風來錄音 現在證實了效果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真的怎麼辦 不要管了 休息一休息再聽一首歌 好可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And just forget the words Forget what we are told Before we get to hope Show me a garden That's the first thing in the life All there I am And all there are heavy words Is here in your perfect eyes They are all I can see I don't know where Confused about how it's well Just know that these things will never change For us at all And if I leave If we just leave Would you lie with me And just forget the words So I do not want to check And just forget the words 飛機登場時間很漂亮 上午十一點半 連同出租車 租車 駕駛車去酒店 下午兩點 Check in perfect 但我們竟然忘記了 意大利的午餐時間是特別長的 因為我們包括了早酒 還有遲到的 結果我們搞了三個小時40分鐘 才能離開到機場 Anyways 探酒店 好 啊 第一日 2014年的Italian trip 就來了這間叫做Euro Garden 就是在Rome的第十一個區 來了 Euro 我們進來了 看照片很漂亮 通常人家說打七折 這間都OK乾淨的 但是進來就是我們打五折 好 你不要動 讓我跳進去 首先 首先房間 跟我們去年Scotland差不多 不過我們是說跟B&B的那些差不多 比前年日本 寬落很多 但進來那一下 就真是 你其實看一看 我不知道現在你們的鏡頭燈光是怎樣 就是這樣 這個組紅色 就是grandma style 這個不用了 自己看都知道 grandma style 牆當然是說style 所以我們心目中就覺得好像漏水一樣 你一看過去都真的 Wallmark都不入貨 這隻 那隻 有一張桌子給我們做事 哇 很重要 他這裡就說 Please find a bottle of water in the minute bar with the complement of the management Management 給我們這支水 是要很感動的 因為 我們等一下馬上去 有沒有水煲借給我們 我們這些半backpacking 水煲就再不至於要了 你弄到我 你弄到我 嘩 真是 嘩 嘩 是不可以練功的 會打爆玻璃的 紅色街村 這幾個專業的攝影 就 非常非常漂亮 來到 又是grandma熊 那個 浴缸 這個浴缸 很深 我想它做的時候 是真的被人浸 但是你看到這些長跡 那 我看到那時候洗澡 都有點嘩 有什麼 意大利Style 在一起 千萬不要兩個人一起 如果它掉進洞裡 嘩 這些真是 孝感動天的那隻 真是 怕 多大 不過抽氣線有多厲害 未知 咦 打完一下不再打的 是不是我弄爛了 喂 沒有抽氣的 八十年代的廁所水箱 九十年代的抹屁屁屁屁屁 六十年代的救命鐘 加上一個拎紋的 不過黏在一部脫皮的牆前面 唉 沒眼看 走人 入貨 EURO GARDEN 雖然距離羅馬的西斯英 很遠 但是就響正羅馬其中一間最大型的百貨商場 Porter de Roma附近 這次我們入貨 很容易 Porter Roma裏面有間車級市場 OK大 OK乾淨 都OK有幾多古靈精怪 加拿大車級市場裏面沒有的東西 不過我們之後的九天最主要都是行山行路 所以水和水果就是我們主要的入貨目標 其他都不理得那麼多 但也就在那裏我們發現了一樣 值得為意大利高興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水果市場 我們發現在他們的水果 section 除了一些意大利自己不能生產的水果之外 所有的水果全部都是意大利自己的產物 這樣不單止保護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果籠 更加值得開心的是他們的價錢非常之低 差不多是加拿大的三分之一 怪不得以大利人吃這麼多卡布都可以 熬了這麼久 都有OK的東西玩一下 你看 自助情緒過機 OK 唉 玩不停 救命啊 嘩 第二招起床簡直就是超級無敵 超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已經決定了不開車到羅馬市中心 危險啊 會炒的 所以之前漏夜就走到front desk那裡 我跟攝影師商量一下究竟我那個巴士轉地鐵的路線圖有沒有問題 誰知有驚喜啊 Permela竟然告訴我們 原來Eurogarden是有免費的的士車載我們去附近一個火車站的 而這個火車站是可以直達Duntown 嘩 絕對是加分位了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我原本的計劃 首先我要走7分鐘出去巴士站等車 然後根據Google direction 由巴士轉地鐵是要56分鐘 但是你不要忘記我條命從來我都說的了 就是先弄股後安符 所以一定出事最少過半小時 好啦 你當我開車到Duntown 嘩 用我們的GPS來在Duntown拍車不可以你屎啊 另外 在RomaDuntown拍車三個小時當一日計 24Euro啊 大佬 所以有什麼辦法不敢懂啊 3527 啊 不對 Permela 多謝你啊 站名大家看到了 Saxarubra 距離Duntown Flaminio總站 只不過是8個站15分鐘的距離 正啊 火車到站了 你看多有型 嘩 被人噴到 在多倫多 你試試碰一下車身吧 被人告到你趴在那裡 不過 羅馬的火車比多倫多的就還要殘 因為他們的總站Termany是1931年建造的 而加拿大的系統就是1942年 至於以大利人這麼珍惜他們自己的歷史 他們的火車分分鐘真的是由1931年用到現在 沒得說 很快就來到Flaminio Terminal了 唯一不同就是我原本的計劃 就在東面Closio那邊開始走過來的 那是因為羅馬的旅客會連數以千萬計 你想享受古羅馬競技場和前面那邊廣場的寧靜 只有靠一出東方啊 不過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在Botanical Garden的西邊 即是近Fatican City那邊 那怕我們都將會跟很多鴨仔同行 沒辦法啦 但是 在離開火車站之前 容許我這個和很多上一代的小鴨仔 一模一樣對火車站情有獨鍾的人 留在這裡多一會吧 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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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